接下來關心那關水果的問題 中國禁止臺灣的社群連無禁靠 直接影響到農業的生活 這個影響有多大 我們來看看 從年初開始 中國先禁止往來的禁靠 這次是社群 還聽說年代的禁止 感到內禁靠 這三行水果 每年輸出到中國比人 都在經濟外小的高層 以上 所以說影響很大 那不是因為中國媽媽 已經有自我的生產領域 像幾年 中國自己出生的禁靠 就比今年一年 大量提升差不多五成 對於這種現象 有學者提升 說不能從外銷市場 都放在同一個拿來 這個中東蔡英文也說 會用國中的官党幫助農民 來討回共督 農業會主委 丹克強強的支持 準備10億 要幫助農業 也會向WTO 提出訴訟 雙方的貿易的秩序 那我也已經指示農委會要拿出對策 保護人民的利益 總統創意的問題 再去出席的順便文無關 更不寫的時有說 進入一枚面前茅下 中國大陸民違反 國際無約規範 並不是第一次 二月份的 翁來思慶 相信大陸要的基金 嚴重的堅持 並且保護農業 挺農民 要怎麼幫助農民 事實上就可以透過兩岸的協商機制 來解決因為檢疫問題而產生的一些農產品貿易的困境 不要捨盡求遠 繞了一大圈之後 犧牲的可能還是農民的權益 如果立委員說 直接去找中間較快 他們像素來味點名的可能受影響 是感到農友會煩惱 農友希望政府出手太辦法 然後你們變成比犧牲的人